这个申请不难 而且每年都有剩的钱 去年好像有68亿 所以越穷的 那个grant拿着越多 政府给你钱 你不用还了 在美国读大学费用是很昂贵的 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就向大学生们 提供了免费的奖学金 助学金 有这么一个申请机制 叫做FASA 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申请 怎么样来申请呢 我们请教罗兰学区的教委 陈正志先生 不能够因为没有钱 而失去教育的机会 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 所以美国政府就规划了FASA 拨了很高的经费 来帮助有意愿念大学 或者是念技术学院 都可以的学生 来培养他们成为将来社会的人才 今年的申请 是在去年的12月31号 一直到2025年的6月截止 很长的时间 可是大家不要误解了 每一个学校有它的截止时间 所以申请这个奖助学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申请的那个学校 它的截止时间是哪一天哪一个月 那这个钱的怎么付给你啊 有好几个categorium 有好几个项目 第一个叫Pell Grant 政府给你钱 你不用还的送给你了 送给什么样的呢 不是说你成绩好我就把钱给你 而是你没有钱念大学 你家庭的经济能力不够 那我就给你钱让你读 所以越穷的Grant拿着越多 最高应该是7300多 每年不太一样 那第二个是loan loan就是贷款 那美国政府也有一笔钱 说你不够钱 那政府也没那么多钱 好那我培养你 你念了书成为有用的人之后 你就去工作 那你就有收入了 那那个时候你再慢慢还给我 那这个loan的利息会比较 一般的商业都会低一届 那你就比较好还 而且时间也拖得很长 只要你一直在学校 你就不用还这个钱 然后念研究所 念graduate school 念博士 念什么 你只要一直维持在学校里面 你是还在求学阶段 你是不用还这个钱 那么第三呢 就是work study 就是半工半读 让你在学校工作 工作也不是很很繁重的工作 通常是图书馆啦 那个餐厅啦 或者是教授 帮教授做资料啊这些 那会告诉你说 我能够给你一个小时多少钱 一些多少小时一个星期 那你就会赚到钱 那所以这三项加起来 另外再一项就是你自己自付的 所以在申请之前呢 那你的家庭 你的在这个grant里面叫做contributor contributor是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养父母 或者是你的继父母 这些都是contributor 还有你自己 那这些人的税表都要承报上去 审核单位 就按照你的财务状况来计算 算出一个指数 叫做SAI 叫做student aid index 但是按照这个index来决定 你拿到多少百分之几的grant 百分之几的loan 跟百分之几的work study 还有自付而占百分之几 然后这个四个数字加起来 就是你要付的你的那个读大学的预算 那有两件事情要大家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申请的日期 我刚刚讲了 Fabsa表面上的申请日期很长 可是每个需要不一样 你要知道 第二个就是你必须上网 你要在Fabsa上面 先建立你的一个account 就是建立一个账号 所以你所有的资料 咨询都在里面 你申请每一个grant的时候 你要用对那个form 那个每一个表格 它的功能都不一样 所以要非常小心 不要写错那个货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申请不难 而且每年都有剩的钱 去年好像有68亿 没有人来申请 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 尽量去申请 这就是帅他的帅 是帅 我们一样的帅 未经订店 这就是帅